是隐藏幻想 还是宋宇 鬼 我总觉得红烟 这夫人不一样 我凭什么不能决定 这深宅内运 看似富贵 而身处其中的人 大多都是身不由己 给我杀了 韩宗运继锦仪之下后 与中汉梁领先主演的锦心似玉 一经上映便火速出圈 两个主演都是古装王者 中汉梁更是被广大网友 称为古装欧巴 如今虽然已经不再年轻 但脸上却丝毫看不出痕迹 已经30岁的谭松韵 也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搭配古老男神中汉梁 非常有CP感 不光是在现实中 剧中的两人也是相差十几岁 大叔佩洛丽 这个梗简直不要太好喝 谭松韵饰演的十一娘 是个拥有独立思想的女子 但因为庶女出身 滴母又过于强势 加上小时候的经历 让她升职 一味的逞强只会给身边人 带来恶果 十一娘只带伴猪吃虎 将自己伪装了起来 这一装就是十几年 练就了一身 也认好本领 在前妻就跟个工具人一样 差一点就嫁给了好色家暴男 为了调查母亲死亡的真相 十一娘依然决然 跳进了原娘设下的计谋 代替她成了姐夫徐令仪的记事 一边是罗家对主母权利的掌控 另一边是十一娘为母报仇的决心 加上乔林仿不怀好意的算计 所以十一娘的日子并不好过 徐令仪因为生前的愿望 给足了十一娘面子 经常留宿西跨院 但也就他们自己知道 这只是形式上的婚姻罢了 不过十一娘来到侯府之后 徐令仪的生活的确还是变了 有事没事聊拨一下十一娘 看十一娘吃别 心里也是偷着乐 在别的妾室那里 只会说公务繁忙 但在十一娘这里 好似总有说不完的话 从一个小小庶女到执掌活虎功愧 十一娘不仅为母亲报仇 还开了一家化绣坊 对内将活虎事务处理的紧紧有条 对外还能帮助徐令仪处理朝政 成了她的左膀右臂 可言可天 这么可的女人 哪个男人会不爱 两人渐天的粘在一起 时间久了之后 十一娘自然而然的就怀孕了 这也引起了乔连房的注意 为了将十一娘赶走 甚至出阴招下毒谋害 徐令仪得知后即时阻止 才避免了这桩惨案 确认下毒的就是乔连房之后 徐令仪当场暴怒 呵斥乔连房 一旦十一娘有任何闪失 就杀她全家 一句话太霸气 吓得乔连房气不成声 最后乔连房虽然保住了一条命 但之后再也别想见到徐令仪了 对她来说 这无疑才是最大的惩罚 因为她对徐令仪留下的 只有厌倦与嗤之以鼻 反倒是十一娘与徐令仪小夫妻 疯狂撒狗粮 事实证明 做人不要太在意情感上的得失 你越想赚住 她就偏偏流失的越快 乔连房已经成了绿茶里的反面教材 你们认为呢